受到梅花颱風及外圍環流的影響 因為浪潮過大 基於安全的考量 龜山島今天11號起 封倒兩天 賞金船也停開兩天 請民眾要注意 如果要去玩的話呢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是 一樣受到中部颱風 颱風的影響 梅花氣象局早上8點半 就發布了海上警報 中秋連假到小琉球出遊的遊客 擔心船班受到影響 一早就搭著這個部分來講 一早就搭著搶搭第一班交通船 回到了港口目前的狀況位置 那其實對於要出遊的民眾 要注意一些狀況 就是現在的這個梅花颱風呢 雖然沒有直接侵襲到我們台灣 是往插邊球的部分往北而上 但是對於外圍環流影響 以及帶來的浪潮甚至雨勢呢 其實是不容小覷的 所以在廉價最後一天 有規劃要出去的民眾 大家都要千萬注意 這個天氣的狀況 那回到我們剛剛小琉球的最新情形 我們就連線給記者黃世雲 好主播 雖然已經來到中秋節的最後一天的假期 但是這個屏東東流線碼頭 還是有看到相當多的遊客 一早來搭船 要到小琉球來觀光 那有民眾表示呢 會把行程安排在中秋節的最後一天呢 是因為比較不會人擠人 可是沒想到是受到這個中台梅花的影響 氣象局在早上八點半左右呢 發布了海上警報 也有遊客擔心這個船班會停駛 所以呢是提早結束了小琉球的行程 趕搭第一班船從小琉球回到東港 我們來聽一下民眾訪問 聽說明天就停班了 對對對 所以說今天就早一點回來 趕快一點就是風浪太大 目前可以看到碼頭這一邊的風浪呢 還算是蠻平靜的 但是呢就怕再晚一點 或者是下午的時間風浪會變大 所以呢這個船班有可能是會停駛的 那部分的遊客是急著搶搭第一班船回來 那氣象局另外也要提醒 恆春半島的部分呢 可能會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所以在海邊玩水的民眾 一定要特別小心 遇上去目前最新 先把鏡頭就在棚內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